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林雷燕 现在录音时间是礼拜四下午的3点25分 涨66点 连续两天的沙盘 今天稳下来了 可是今天开高138点之后 很快的又打了回头 个股卖压还是很重 两天外资卖了1200多亿 连续三天外资卖了1323亿 好狠啊 外资的操作本来就是这样 当他要做多的时候 再高他都会继续买 可是一旦杀出来的时候 也是心很熟啦 你看礼拜二 外资卖451亿 这个手笔就很大了对不对 我当天就跟大家讲过了嘛 外资还有这么多的台子旗空单 礼拜三要结算 所以礼拜三一定还会再压低 他的空单被嘎得好辛苦啊 果然昨天又跌185点 外资一天卖了782亿 三天卖了1323亿 那昨天台子旗结算了 外资空单也做了部分回补 虽然还留下了14532口的空单 可是没有立即要结算的问题嘛 所以他可以慢慢来 今天台北股市一开高上来之后 还是被压回 为什么 投资人吓到了 原本投资人 一点感觉都没有 完全没有议会出来 外资要压低结算 三天下来 融资还增加 39亿 结果看到礼拜三 外资一天卖700多亿 惊到 嘴间一开高 卖压持续出现 今天主要靠台积电在撑盘 台积电下来无法说会 我还没有看到数字 可是应该会不错 因为10月营收创历史新高之后 11月12月 虽然有下滑 可是整体数字来说 也是不错的 今天台积电 涨了7块钱 台积电的7块钱 占指数 就占了快60点了 联发科今天也不错 联发科今天涨了2% 18块钱 台北股市 最大的两支全职股 今天都稳定下来了 日月光 今天涨了2% 这两天 外资卖压最重的金融股 今天也都回稳了 所以卖压在连续两天 礼拜二礼拜三 大量外资四出之后 把大盘压低结算 暂时告一段落 暂时告一段落 今天外资还是卖 可是已经没有像前两天 卖得那么夸张 今天外资卖超87亿 还是卖了 可是已经没有像前两天 卖得那么狠了 很多事情你要早知道 当你早知道 你就不会被市场吓到 行情涨涨跌跌 都是过程 你不要因为涨就很兴奋 难免 可是一跌你又吓到 你要用平常性去看行情 行情本来就是会涨 就会跌 会跌才会有再涨的机会 对不对 你每天看我节目 我都事先把行情 跟搭做预告 让你事先知道 能够事先做动作 涨到快接近高点的时候 你要会卖 压回快到低点的时候 你要会买进 当你事先都知道 整个涨跌的规律性 行情其实不难 看得懂看不懂而已 台北股市最近这半年来 都在走13天 15天的周期 我每天都跟你报告了 每天都提醒你 你们四人每天都去算 今天第几天 今天第几天 有没有 你应该要这样做的 让自己了解 目前涨的过程 是到什么阶段 时间快到的时候 你要有警觉性 该收你要收嘛 你看这次15天 13天 15天 在元旦封关前 整个时间15天就结束了 所以当时林合彦 每天在卖股票 从圣诞节开始 中华汽车 120卖 蓝天 宝城 宝城 宏基54块钱卖 联电53块钱 一路卖股票 经顶 封关当天 技嘉 27一样还是卖出 所以我一直在卖股票给你看 你应该有警觉性才对啊 对不对 有些股票 我没有操作的 你自己该收也要收啊 我也不可能所有股票都做 上市归1700家 我只能做 我能够掌握的那几档 大多数的股票不可能会做 因为也没有那么多钱 落水3000取股票影 真的好的股票 我们有把握的 两支三支就可以了 对不对 那我也跟你讲过 大盘在修正期 你可以做空单 来平衡多单的部位 有没有 那这几天这样跌下来 你空单就赚钱啊 手中剩下的多单 就得到一些保护了 对不对 得到一些平衡了嘛 行情我都事先都跟大家讲过了 行情走出来只是对零和夜的分析 做印证而已 选后第一天礼拜一 感觉好像要上去了 可是零和夜是不是提醒你 时间才不会结束的哦 还有回马枪 还有一个回马枪在 你看讲完之后 连续两天跌400点 连续两天落400点 回马枪是不是出来了 那我提醒你之后 你有心理准备 行情跌就不亚异了嘛 是不是 跌完了没 15天结束了没 指标在低档区哦 指标在低档区哦 还差一点点时间 还差一点点时间 所以未来两天 大盘随时还有机会 再探一次 可是接下来你要注意 反转讯号了哦 接下来你要注意 反转讯号了哦 当15天完全结束之后 新的卸票行情就被开心啊 你看这两天 外资大卖全职股 金控股被外资砍得好狠啊 因为金控股是大型全职股 占大盘的成分比重很高的 你看每一档金控股都被外资拿出来祭旗 昨天联电大卖9万4千张 大卖联电的红石 也调降联电的平等 外资就这么坏 外资就这么恶劣啊 当他大卖完之后 紧接着就降平等给你看 他如果没有卖 怎么可能会降平等对不对 那我之前在53块钱已经卖给你看了啊 在外资没有卖之前我们就先跑了 这样就丢了嘛 不要相信外资 你相信外资 不可能会赚钱的 外资没有义务帮你赚钱啊 所以外资任何的研究报告 都有它的目的在 你要有自己的看法 不要被外资牵着鼻子走 这次选举行情 三个月前我就跟大家预告了 有很多欺负50%的股票 大涨2000点 应该赚到了 这你做的机会 林合约又讲在前面给你听 让你有心理准备 我也讲了很多股票 我们会员也做了很多股票 也都大赚 你赚钱是应该的 选前8到10天会有一波回档 后面还有卸票行情 所以你要赶快 把接下来有机会涨30%的股票 快再拆拆拆 未来两天的时间 该买进你就要再买 你就要买进了 不要在最后两天时间 你还去杀低 你再去大赚你就会了 但高的一样不建议 找底部的股票 永远都是这样子 行情轮动 有的已经跌很深 有的还在高档 高档的不要碰 底部的优先买 接下来卸票行情走出来之后 你就有机会再赚个30% 就看你押对还是押错保 不然来听林滕燕的讲座 礼拜六早上在台中 下午在台北 卸票行情拼30% 哪些股票 接下来有机会涨30%的 应该也会不少 那我也不可能每档都掌握 我也不可能每档都看到 我有把握的 我掌握到的 我在演讲会场上面 来跟大家报告 来跟大家分享 所以这场讲座很重要 报名专线02-2392-3988 02-2392-3988 你可以一边打电话报名 一边听我的分析 养成买底部的好习惯 绝对是正确的 每天这样提醒你 你有没有改变一下你的想法 改变一下你的做法 你如果改变了 跟林滕燕同步 那股票市场赚钱 就很轻松了 对不对 你看美食 是不是底部的 350跌到210 我要开始买的时候 我也是先提醒你了 我们230买第二只脚 280卖出一次 拉回260又买 礼拜一 299卖出 这样两趟下来 两招都要就89块啊 第一趟230买 280卖 你们都知道50块钱 第二趟260买 299卖 39块 两趟89 89一张89 10张89万 买个10张230万 230万你们都有啊 115万 2个月不到赚45万 这样好吗 很好啊 所以会买底部 股票投资的乐趣就在这里嘛 对不对 信心百倍 觉得股票市场越来越有希望 所以养成买底部是很重要的 但美食我今天都出清了啦 我今天美食都出清了 你看这一波 大盘元旦过后 跌了快1000点 美食是逆势涨上去的 不简单喔 大盘下来1000点 大多数股票都压下来 还有办法逆势涨 不容易啊 所以底部的股票就是这样子啊 市场个股一直在轮动 类股一直在轮动 起贯的不要去堆 你有很多的选择 上市归1700多家 花时间去找 找不到找零和宴 我每天除了吃饭睡觉以外的时间 都在找股票在的啊 我找到的 跟你分享 我们一起来赚 一天一个便当 合理嘛 是不是 一起来赚钱嘛 那美食涨到这个地方 我不建议你在追 再找底部的股票 再找底部的股票 你看230买 280买 260买 299买 我们还要赚新的股票嘛 这支 多九个月啊 跌了九个月了 连续三年 获利都创历史新高 这两个大半 那两个大半 大半的大股票时 它还在继续大跌 还在持续破底 那跌了九个月了 再跌就有限了嘛 对不对 加上业绩那么好 这支要注意 例如创厨的 对我做这支 美国股市昨天下跌 也没有跌很多 最近美国股市好强 道琼跌94点 你看道琼 没有像台北股市 跌那么深 对不对 台北股市是 跌了快1000点下来 道琼 道琼反而还相对强势 居高不下 可是这个现行 依我的经验看 道琼这两天 很有可能会击杀一波 因为指标已经开始背离了 价格持续创高 指标已经开始背离了 一般像出现这种情况 都会出现一波击杀 所以金仁钢 美国股市要注意 道琼很有可能会击杀 那道琼击杀的原因可能会在 因为美国不会那么快升息了 已经表态了 所以道琼银行股 很多创历史新高之后 很多会压回来 那对于 道琼指数会一些影响 可是银行股跟我们比较不关 费腾帮助体的部分 台北股市已经 这个礼拜已经杀一波了 对不对 费腾帮助体还没有 所以提防费腾帮助体 如果出现下压 那么台北股市会再抬一遍 可是应该不会像前两天那么狠了 这两天再杀低 再抬一遍的时候 那个机会就来了 要注意 美国股市道琼很强 我给大家看过 因为银行股 预期降息的心理 银行股大涨 石油股市大跌了 因为油价大跌 AI股票两档 AMD NVIDIA 被法人调高目标价 500几块 跌到700几块去 但外资讲700多 也不一定会来700多 可是就会吸引一些投资人 疯狂去追进 那AI股票跟台北股市 经常是同步性的 可是这次没有 这是台北股市的AI概念股 反而跟美国的AI概念股 背道而驰 你看今天AI概念股持续走低 今天华琴跌了2.9% 广达跌了3% 齐鸿跌2.6% 续品 尾讯跌了3.9% 今天镜像电跌了4.7% 镜像电 这个就还没跌到嘛 对不对 这个就还没跌到 头部也出来了 这支随时的台 随时会杀盘 所以管理股票不要去堆 台北股市 这次跟美国股市背道而驰 因为很多人在AI上面 套得很深 套得很重 你看台大电 400块台到现在 270几块 270几块 本一平还是有20倍 目前还没有看到止跌讯号 可是底部已经开始在放量了 所以台大电要注意底部的形成 不是跟你现在没啦 高档粗量不是好现象 对不对 高档粗量不是好现象 底部粗量 就是有人在开始承接 可是要让它打底一下子 因为毕竟北比20倍 也不低 所以台大电已经开始会进入打底期 就让注意啊 所以AI股票 目前走势分歧 各有各的走法 找底部的 跌越深的越好 如果基本面持续看好 就像技嘉一样嘛 380叫你们不要追 你看追的全部都套住啦 那跌深你要敢买 你看我210 220买 246卖 拉回来230又买 270又卖出 270卖出之后 250又买回来 封关270卖出 三趟下来 第一趟26块 第二趟40 第三趟20 三招加起来86块 86块 一张八万六 十张就八十六万啊 对不对 买个10张220万 你们都有啊 220万赚个86万 好了买5张好不好 买5张110万 你们都有啊 110万你纯银行 要存365天 1万块而已 你跟我做技嘉 110万 做三趟 赚43万 43万耶 110万 技嘉做三趟 43万 这样好吗 非常好了啦 你放银行365天 才1万块钱而已 所以我看你会怎么做 没怎么做 你那样完全open的 我在做技嘉 一步一卡印 买进你们也知道 卖出你们也知道 完全在你们的眼皮子底下 完全赚给你们看 美食也是一样啊 在你们眼皮子底下 一步一步的获利给你看 很多人跟 我也不怕你跟 大家一起来赚钱 也没什么不好 那认同林特彦这种做法的 那我们一起来合作嘛 对不对 一起合作 一起双赢 一天一个便当而已 这个钱花得合理啊 花得实在啊 事前看到 你就会买底部 等到事后发现 大多数人都是事后才发现啊 才会那么多人在追高啊 只有少数人 有办法事前看到底部买进 所以底部都没亮嘛 知道的人不多嘛 涨高之后大家都知道了 大家都知道不是新鲜事啦 也不是新闻啊 对 这都大家都知道的消息嘛 当大家都知道之后就没利润了嘛 对不对 所以你一定要事先知道 AI的部分 这支 唯一一家 连续五个月营收创历史新高的公司 所有AI概念股 只有这一家 连续五个月创历史新高 股价 要不然上当哦 所以这支股票要注意 你看前两天大盘跌四百点 他也没拉哦 他也没拉哦 这支要注意哦 林人宴买的 一定都是赚大钱 要不然去的股票 而且带你进也会带你出 你看今天大家都在抢长龙 这两天被电子股被外资吓到了 今天都躲到航运股去了 今天躲到航运股去了 那你现在买会不会太慢 会想买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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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买的一定会贪到钱 底部不敢买 大涨的再去追 对不对 底部不敢买 大涨的再去追 想买买买买 会想买买买买 要赚钱 你就要在底部边 不知道的时候 你就要知道了 讲起来很难哦 人家都不知道 为什么我会知道 那你看林和宴的节目 你就知道了啊 你专业不够 林和宴三十几年的经验 我光是当分析师 民国83年就尽头固了 我民国83年尽头固 我当分析师几年了 都快30年了 今年113年 我当分析师29年了 能够在这个市场 当分析师29年的 没几个啦 国内加起来 资历比我久的 应该找不到10个人啊 那我能够在这个市场那么久 一定有我的专业存在嘛 所以很多事情 你们没看到 我会看得到 我看到了底部我就会买嘛 所以常常我们110就在买啦 150我们就卖啦 既然都在150几我就不要啦 很多人每天都在谈 红海的问题 讲那么多有什么用 阳明不也是跌下来 旺海不也是跌下来 所以不要被消息给蒙蔽 你要看到的是整体产业的状况 消息只是一时性的 产业状况才是真正的趋势 对 会买底部你才会赚大钱啊 会买要会卖 我带你进你也会带你出啊 你看联电我五三块钱卖掉之后 现在剩多少 47 外资又补了一枪 外资又补了一枪 降平等 我卖掉之后隔天还有糕点 你还可以卖得比我更好 外人真的不错喔 买卖都让你知道 怕你跟单跟到丢掉啊 跌得胖去 我这么用心在做节目 按个赞吧 经顶一百区就开始讲啊 这样贪大机会 红基 涨到54块钱 全市场AIPC AIPC 好像喊口号一样 卖 原因都告诉你了 对不对 原因都告诉你了 你不卖的结果 现在还有人在讲AIPC吗 没了嘛 其他老师大多数也都是 随着市场的风向球 一直在追高杀低的 跌了就不讲了 那涨的时候大家一窝蜂 我过去4块钱没的时候 隔天还有糕点 还有55块钱的糕点 可以让你卖 那你如果去相信那些人 那现在怎么办 我们就欲哭无泪了 是不是 是不是欲哭无泪了 中华汽车 我开始买的时候 市场都没人知道啊 市场都没人在讲啊 涨高之后119卖出 我也没有卖最高点啊 可是光是这样子就40%啦 那你不会卖的结果 现在剩多少 102 是不是很可惜 白忙一场 有啦 80几块钱买单还是赚钱啊 可是吐了一半出去 可惜嘛 是不是 钱收回来 还要赚后一支股票就好了嘛 何必跟他谈恋爱呢 对不对 何必跟他谈恋爱呢 再找底部的股票再买就好了啊 还有很多底部的股票 用心去找都找得到 樊宣七个月底部 两年 破例创历史新高 你们都知道的啊 135 138 大盘过年后 跌了快1000点 我们转进樊宣 135涨到今天139 149 今天最高149.5 差五到金就105块啊 大盘跌1000点哦 大盘跌1000点哦 他起买15块 他起买15块 所以买底部就是这么单纯 买底部就是这么安全 对不对 汉堂220就开始买了 你们也知道啊 我到现在 卖掉一半 我还留一半 我还舍不得全部卖出 因为业绩太好了 你看过年后 大盘跌1000点 汉堂呢 还在涨 投信还一直在加码 北平才11倍而已 又没有多少 对不对 台阶电北平都有16倍17倍了 我们不要去比那些30倍50倍的 连续卖了1300亿 汉堂完全无动于衷 这么晚因 因为股票在投信手中嘛 是外资杀股票不是投信杀股票啊 所以最近有些投信的概念股 有些投信布局的股票 其实都很稳 没有被大盘给压下来 没有被外资给压下来 那返萱去年涨幅是最后的 人家44% 涨了三倍 涨了58% 涨了一倍 好像19%而已啊 所以返萱补涨 也是合情合理嘛 是不是 今年每股获利 返萱应该有机会 15块16块 就看他后面接单怎么接 目前他 在建订单已经600亿了 去年营收500多亿 目前手中订单已经600多亿了 所以今年还会比去年更好 所以很多产业面的东西 你要用心去掌握 当你掌握到了 那他就是让你赚大钱的机会 那不要事后才发现 事后发现就没有意义啊 就没有用了 但产业面的东西 需要花长时间去积累 这样你对产业面才看得懂嘛 你能够跟大家谈这么多产业面的东西 因为我累积了30年的经验 累积了30年 对产业的研究心得 所以很多产业我都很了解 我都很熟悉 对 环球晶 440块算账 只有账账而已 我敢买的原因 因为我对产业了解 是不是 那大厂上来该卖还是要会卖啊 600一卖一半 600出清 今天剩下575 中美金 202出清 今天剩下180几 所以很多东西 技术面不是不能用 技术面是在找好的进出厂时间 至于大盘的方向 是基本面 产业面在赋予的 在底部的时候谁敢买 只有我 为什么敢买 因为我了解 因为我有研究 那涨高 我也会带货员卖 环球晶我会再买 这是长期咕咕等等大利多的股票 可是一样一波一波一波 我们一段一段来做 不要紧 中美金 12月你说创历史新高 可是涨高要修正啊 我们15倍 202卖 今天最低188 收盘195 很抗跌 可是这里洗盘跑不掉 等它整理差不多之后 要求我们再来求就好 一段一段来 有很多股票 有很多产业 未来都有很好的机会 这支 连续12个月营收历史新高 上市贵唯一一家 刚讲过 那支五个月 不容易了 这12个月 那12个月又怎么样 行情不也是跌了四个月 对不对 那这个就是机会嘛 利多下跌 利多下跌 所有利多沉淀 酝酿 等到时机到了之后 它就会爆发了嘛 这两天也不一定会注意哦 有幸福的 赶快来找林德宴 我们到顶来买 我带你一起 又是底部的起掌股 像这样做法 一档一档 30% 30% 一直在对线 接下来 卸票行情 谁会再涨30% 跟我一起做 但你从底部开始买起 我们一档一档 累积获利 礼拜六的讲座 早上台中 下午台北 大家进来报名 报名站线 02-2392-3988 02-2392-3988 记得按赞订阅 跟上林的脚步 最好祝您操作顺利 本公司以往节绩效不保 节目来获利 皆与所推荐分析之各别有价件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首先提供并自付投资风险 哈喽大家好 我现在人在善导寺 我们就来看看善导寺附近的路人 都在听什么歌吧 诶同学同学 你下耳机听什么歌啊 我在听这个 哦订阅理财做看频道 我也很喜欢这个耶 真的有sense了吧 拜拜拜拜